这个仪器是用来观鸟的 还可以看风景 今天我们观人听声来测试一下 咱们来听听这个人打电话在说什么 我们可以录个音 就是录音 可以把收的声音录下来 录下来以后我们再可以回放 现在正在播放刚才录的声音 刚才小的指向基因器听的不太清 我们现在换大的 大的这个指向基因器呢 它的反射面更大一些 它听的会更远 指向性也会更强 因为这个反射罩啊 它折射的面积大 然后我们再配上这个调音台 可以把这个高频中频低频进行调节 音量的调节 把低音切下来 然后那个高音增强 低音增强都可以进行调节 调音会听的会更清楚 把低音切下来这样的话 人的声音讲话声音会更清楚一些 然后灵敏度的调高一些 这样我们就听的非常非常清楚 它讲话的声音会更清楚一些 它讲话的声音会更清楚一些 所以再次提醒您 不要在公共场所谈论秘密事项 因为你不知道谁在远处偷听